在過年期間包括了餐飲跟娛樂業 都需要更多的短期人力 也成為學生打工的好機會 不過要提醒大家 不管是求職或者是工作的過程 都要特別注意安全 手鍊的折氣球 只要幾分鐘的時間 可愛造型的卡通人物就大功告成 目前就讀大四的卡卡 利用週末折氣球賺外快 尤其碰到了寒假過年 收入會比平常還要好 平常大概就是 大概五六千塊 那寒假過年的話 就是在可能會加倍 或者是再多一點 大概八千塊以上這樣子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高達九成一的大專以上學生 今年寒假有打工計畫 其中最受學生青睞的工作是 餐飲服務 賣場人員以及補習班 禪年前三名 排名則與去年相同 受訪學生預計 整個寒假公讀收入平均為 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八元 而學生打工目的 六成二位賺取生活零用金 五成八位存錢 但也有將近三成七的學生 不為了錢 而是期望能增加社會經驗 過去也曾經有這樣的網路調查 超過七成的企業主 是會願意留用在自己公司 曾經實習或是打工的 工讀生 人力銀行分析 產業競爭激烈 景氣不明 企業用人越來越保守 近來更偏向以短期兼職等 非典型雇用來調節人力 降低了人事成本 因為在春節期間釋出大量的打工機會 記者沈小青 謝祈文 台北報導 陳宗盛